如果我投資中國相關的碳中和概念的話 很多不同的板塊其實是可以選擇的 沒錯 你看中國的目標 譬如有很多預計 其實你去到現在都是以煤炭相關的 即是發電比例都比較高 六成多 但你去到2060年 其實要去到低於20% 沒錯 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就拉多了 當中包括譬如我們大膽一點 假設去到2060年途中所見 譬如天然氣的比例都挺多 再生能源亦分很多不同的類型 即是Steven會建議譬如在現階段 我們是否應該要看著這麼長的目標去做我們的板塊分配 還是可以短一點 哪些是達至哪裏先 我們不用想到那麼遠 當然這個是一個預計來的 即是如果要去到1.5度或者保持在兩度之下 那很明顯的邏輯就一定是不乾淨的能源 一定要下降 那我建議多點留意一下傳統能源 或者傳統的資源股 香港的投資者應該不陌生 即是那些三桶什麼什麼 是的 那你要留意一下這一類型的公司 他們在業績公佈的時候 或者在他們的日常運作裏面 會不會聽到他們都在投資一些再生能源 那大家很簡單就可以做到一個分析出來 譬如說每一間其實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有一些都在做海上風電 有些就做多些天然氣 有些又跑去做光復 那這個會不會告訴大家 其實傳統的資源股都在 在這裡我們叫diversify 轉型 轉型 就是在這裡分散他們自己本身的風險 那如果一些香港投資者 很熟悉的傳統資源裡的股份 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值不值得大家去跟 是的 就不用那麼害怕一些 舊的那些就要扔掉它 是的 你可以這樣去考慮 那要不要譬如說我們叫allocate 就是去配置一些資產下去 就好看大家對環保 就是覺得這是不是一個概念 那麼以向的國家 將來會不會變成一個法律 就要留意了 是的 但是譬如我說 為什麼我拖頭問你說 Steven我們是否應該買寵中國呢 因為其實他是說真的 遠景的目標是定得挺進取 今天其實國家有些監管當局都出來說 如果要達到這個碳中和官方設定的目標 是相當大的壓力 那我想變相可能都給一些企業壓力 叫他們你們快點要爭取去做一些事情 因為其實據了解 像Steven說的 有些國家其實已經率先 可能已經達到很多不同 之前所定立的目標 譬如歐盟和美國 其實分別已經在1979年和2005年實現 它那個碳的達峰 即已經去到高峰 但他們是分別用了70幾年和40幾年 但中國現在是要用30年去達至同一個高峰的話 其實真的相當大的難度 如果以時間去計算 當然就好像少了很多時間 但是那時候的科技 或者無論是每一個再生能源的科技 即是現在和20年前又差了很遠 譬如說一個發電機組 或者我們叫做Smart Grid 即是上網 即是你發電之後 你要上電網 那你上電網 那它現在有些是智能電網 那些能力會高了 能力會高了 那譬如說每一個 譬如說大風車也好 或者是光伏的晶片 它可以發到多少再生能源出來 有可能又好了 那變相有很多東西是幫助到這件事 當然是很進取 那你譬如說如果以中國為例 大家香港的投資者 應該對汽車版化的股票 就應該非常熟悉 那大家應該知道 其實在汽車行業裡面 如果你現在賣一輛傳統汽車 即是入油那些 那你買了之後 你的汽車企業到年底 其實你要有一個 炭中和的一個目標 是